长期深居简出的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乔石最近推出新书《论民主与法治》 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新书内容大部分属于第一次公开发表 在中共十八大来临之前 对于乔石重出江湖高调《论民主与法治》 海内外人士各有不同的说法 下面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分析 6月20号乔石推出新书《论民主与法治》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 官方媒体也为乔石的新书进行报道 这本书收录了乔石从1985年至1998年 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 有关民主与法治的重要讲话 全书分为上下两集 共102篇 约44万字 书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针对乔石的《论民主与法治》 浙江前海洋报记者 赞爱宗表示 在中共体制内 中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 司法也不独立 更没有人民选举 所以谈不上民主和法治 赞爱宗认为 乔石可能是想把他自己 以前在职时的一些东西 推出来留作纪念 也是给他后代留下一点遗产 中国是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 它不存在民主 因为民主要有选票的 要有这个 司法 立法要独立的 行政要独立的 要有选票来选举领导人 如果没有选票 就没有民主 所以它能存在 那这些法治嘛 它也不是真正的法治 它是统治者的工具 大陆民主人士恩广表示 作为中共体制内退下来的人 他们在中共体制内的 这种民主与法治论调 相对能赢得民众的一点掌声 但实际对中国走向民主 起不到多大作用 就是在同一个体制内的情况下 他们只是一种相对的 这种点化吧 也就是说相对的论调一下 真正的能不能做到 以及呢 他们又想做到什么程度 他们自己呢 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犹记 不过恩广分析 这种民主与法治的论调 不排除是乔石个人的意愿 希望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产生一点影响 乔石在十三十四两届政治局常委中 是仅次于赵紫阳 李鹏和江泽民的第三号人物 由于他曾经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组部长 中央政法委书记等多项要职 一直被视为中共的实权人物 而在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上 乔石退出政治局常委 一年卸任全部党政职务 乔石为什么会从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退下来 外界众说纷纭 有传言说 乔石是遭江泽民设计而退出政治局 因此民间有将落实出的传闻 据了解退休后的乔石常驻浙江杭州 极少公开露面 即使中共建国六十周年 建党九十周年 北京奥运等大型活动都不见乔石的身影 然而薄熙来事件爆发后 有消息说 在支持胡锦涛拿下血债派继承人薄熙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 都有乔石在暗中发力 而当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前 乔石曾经代表老干部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 报告论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乔石却遭到江泽民的污指 只称他是法轮功425和平请愿的幕后高手 乔石在退休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突然之间又高调的浮出 那么毫无疑问有一条是 他说明了 江泽民从1999年开始的 一手主导的对法轮功的镇压难以为继 继续不下去了 同时也说明 中共内部有一派人认识到 对镇压法轮功的他所引起的 社会的一个非常的不和谐 蓝树表示 江派势力已经日落西山 在过去几十年里 由于镇压法轮功牵扯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 损害了上亿民众的信仰和家庭 蓝树表示 中共给中国带来的这场民族性灾难 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